瑞典议会21号举行对现任首相勒文的不信任投票 因多数议员投票反对其继续担任首相勒文被罢免 另据瑞典电视台报道 瑞典议会对首相勒文进行不信任投票的结果 为181票赞成,109票反对,51票弃权 票数超过了议会人数半数以上 勒文成为瑞典首位在不信任投票中落败的首相 19号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西部地区 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两名男子死亡 一名三岁儿童受伤 警方仍在追捕嫌疑人 当天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中心 也发生一起枪击案 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 休斯顿警方称,近期当地暴力犯罪激增 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数据 截至6月19号 美国今年已经发生286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因枪支暴力造成的非自杀性死亡人数 已达9243人 日本当地时间20号凌晨 日本东京奥委会对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交通系统进行模拟演练 凌晨时分,东京下着大雨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充当参赛的各国运动员 分成80辆大巴顺着5条线路 从奥运村前往主体育场 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分别定于7月23号、8月24号开幕 此外,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19号透露 为了防止人群聚集引发疫情 将取消在东京市内6个公共场所设立奥运会电视直播观赛区的计划 欢迎访问欧视TVYouTube频道 您可以在YouTube上搜索Manda Han Dele 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了解中法资讯 敬请关注欧视TV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